又往昔 无量受尽超越 以往极端 真理或真 必能正知 不由他身 必由信处 这话说得好啊 一是烦恼 贪嗔痴慢疑 烦恼奉为五大类 以往端竞 这个五大类烦恼 一是最后的 那一要是端竞了 前面全都端竞了 前面没有断 已决定不会断 随师尊教训 宗旨就针对这个问题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身心 抓迷为五 都在这椅子上下功夫 不移了 你就相信了 这个心叫真心 我们现在这个心不真 为什么不真呢 知道 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里头有意义 如果一丝毫 一切都没有了 你肯定 百分之百做到 这也是 这也是 锦印我们自己 修行功夫的一个标准 那就是看 我们没有百分之百地做到 要相信自己的一根 没有拔掉 那所以 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 许许多多不如法的事情 就是说 跟信德不相应的事情 贪嗔痴吃满 也都是标准 为什么还有贪心 为什么还会吝啬 为什么还有诚慧 还有怨恨 为什么还会有傲慢 全都与 已有密切关联 为什么还会有傲慢 于是我们才能看出 佛陀教学的山桥 教学的 手法的高明 让我们 明白这些道理 真正 真正明白道理 这个智慧 发于自信 你自信本有的智慧 这个说明就是 与知识不相干 不是知识 是智慧 知识是外来的 智慧是自信 所生的 但是外面 可以帮助里面 换一句话是 能够诱发 诱导 开发我们自信的智慧 佛是用这种方法了 那我们学的人 也会 什么叫会呢 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 用真诚心 真诚的 有没有疑 没有啊 有疑 就不真诚了 印族讲得好啊 一分真诚 等一分礼 十分真诚 等十分礼 百分真诚 你就得百分礼 万分真诚 你就得圆满的礼 所以 真诚里头 决定不夹杂 疑惑 那么由此可止 真诚心 真诚心 能够出现 还是要断言 学经教的目的 也就在此 释迦吴摩尼佛 为什么 讲经教学 为了要让众生 逐渐逐渐 明白 诸佛 是想 真的明白了 真诚心 真诚心 就先切 为什么 疑惑 没有了 障碍 没有了 疑惑 没有了 肯定 贪嗔 吃慢 也都 没有了 因为它有 连带关系 适是根 也是根